怀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热事 打造心灵均富的港湾 付持正号5005-9824 5005-9824 付名怀海教育基金会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般若讲座 海淘法师般若援 海淘法师的表现 海淘法师的榜法师 海淘法师的表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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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在这边也讲过 三十七颂或是菩提道次第 他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背下来 那你要串洗 因为这个是佛法的纲要 这些历代祖师大德太慈悲了 中国法大师吴祝贤菩萨 就像集天菩萨 就像玄奘法师都好 太虚大师 他们把这些三藏的金要 跟自己累积的实修 写成这么样的纲要留下来 这是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生命永远就融入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让我们不用再去绕 绕一圈可以走捷径 你可以马上抓到修行的要点 一百四十三页 佛子行三十七颂 我最爱的就是第一句话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情形立众生 诸佛正法无来去就是空性 你了解的真理就没有分别了 不生不灭了 没有生没有死了 你要了解空性 虽然诸佛正法是空性 无分别无来去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唯一情形立众生 我们在以这种空性无所求为基本 唯一要努力的就是利益广大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了解我的心态 我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这边来我们要广修功德 那各位在这边不要闲的没事干 就睡不觉 你可以要广修功德 所以我每次到每一个地方 都是到伦敦几天 巴黎几天 一下就要走 所以我们就很积极很积极的 一有空档 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可以修慈悲性的地方 可以结缘的地方 可以体悟空性的地方 到生命最后一秒 包括得癌症也利用癌症来修行 愿所有的癌症发生在我身上 愿众生消除癌症的因这样 愿我所有得癌症的母亲 都我来发愿 为她们学生 你癌症你都用菩提心来癌症 所以怀着菩提心生老病 怀着菩提心死亡 这才是修行 而不是说你修菩提心的 你就不会老 不会病 不会死 那不可能 只是同样这些变化无常 这些快乐痛苦 你都转为佛法的修行 那如果你要做到纲要 菩提道次第色诵 或是佛子行三十七诵 太容易让你了解全部了 那所以吴祖弦菩萨 替我们写下这个 然后我们大家念一遍好不好 这个念一遍我就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赞讲法师带着各位念 我们赞讲法师有个特色 不会念错字很奇怪 我这样讲他就有压力了 等一下一定会念错字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不会念错字 人家过去有修才行 有些人你给他念十个字 他至少四个字念错了 搞不清楚 那代表你过去骂过经典 乱丢经典 一读到经典就会念错 骂人都不会骂错 但是讲坏话很会讲 讲好话讲不出来 所以修行也会变成有这个障碍 上师观世音尊前 横以三叶恭敬离 正等正觉无上乐 从修正法而出身 修法虚衣明行要 故当宣说佛子行 此生信德狭满船 生死海中度众生 故于昼夜不空过 文思修是佛子行 贪索爱方如水生 称索怨恰似火热 妄指取舍成暗顿 离家乡是佛子行 远恶禁故或见见 离善乱故善自真 新注于法生定见 依静处是佛子行 情有伴随须离别 财宝积聚终契捐 使者且移生舍去 初离心是佛子行 依笔若使三毒掌 毁坏三学诸作业 辗转丧失慈悲心 远恶又是佛子行 我昨天讲过 当你在念的时候 你的声音融入于外面的所有众生 心中的众生 或是你去过的河边 所以我去过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我跑过很多地方 所以我要把这些地方 这些人事物放在我心里面 所以我们在念佛修行 还是跟它息息相关 所以为了众生 产生这个连结在念经 这个叫大乘的心态 不是念给自己听吧 大乘的心态 是我在念的时候 也透过我的心的实修 实修我真心要这样做 以实修的功德 然后又能够融入于对方的心 当下你就给它超度了 所以我们《诵地藏经》很认真念 给它超度了 我们念普门品很认真念 它消除病苦业障了 那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说你不离开空性大背心 菩提心的 在念佛 在诵经 在做每一件事情 就像各位你在煮饭 煮饭就是上供下施 饭菜的味道好香啊 所以你24小时 你一天要做三次的烟供 那个饭菜的味道 上供三宝 加持回向六道众生 冤亲在主 都得到这个饭菜的香味 而且煮饭菜的时候 希望吃到这个饭菜的 都得到了三宝 还有个人功德力的加持 就像老和尚给你写个书法 阿弥陀佛在具足老和尚 一辈子修行的结经 就在这四个字里面了 因为他用心的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我想你在这边念经 那是要跟世界跟法界连在一起 我觉得缅甸佛教有个好处 就是那个白线 下回我来这边 对好线也牵在我这边 我牵了一条 就是说佛菩萨就透过这条线 然后来给我们加持 每个人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那这个叫空性 从有形的线 达到了无形的心灵的连结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上侧三宝 下侧地狱 上供三宝 下侧六道众生 你是一个连接点 所以你在念佛诵经词咒 那你的日常生活的身口意 都是做佛教的实践 不离菩提心的佛教的实践 穿衣服是一种菩提心的实践 穿得柔和忍入衣 走路的时候解脱到菩提道的实践 上厕所的时候断贪生吃 不失甘露的实践 那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各位你要有禅修的习惯 禅修习惯 并不是说光打坐 打坐是很好的住员 非常好的住员 但是你要把禅修变成一种非打坐的禅修 叫下坐 日常生活的保持正念的修行 那当然你必须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让自己融入在这个法里面 所以我简单的念一遍 一开始齐请敬礼慈悲的本尊 三世诸佛慈悲总集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那诸佛正法 每一个佛所讲的真理 就讲的就是空性般若智慧 但是由般若智慧产生行为的实践 就是慈悲利益众生 所以唯一情形要广力众生 那你决心要这么做 要祈求本尊的加持 就是观世音菩萨 上师观世音菩萨尊前 永远分分秒秒 以身口意 身体做慈悲的事情 嘴巴讲慈悲的话 心里面以慈悲心去实践 这个叫恭敬 所以横以三叶 所以我们在密称里面 然后呢 生口意 生口意去供养诸佛菩萨 正等正觉无上乐 那我们要得到这个菩提成佛的快乐 那这个果 佛教不离因果 从修正法而出生 那各位要了解 要能够护持正法 一个人像现在这个末法 能够听闻正法 设受正法的少之又少 邪师当家 邪师当道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既然要得到 成佛的幸福 跟利益众生的快乐 我们就修行正法 那我们要修行正法 要了解精髓 须医民行药 要了解重点 故当宣说佛子心 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 一般归三宝受五界叫佛弟子 那你发起了菩提心 那你就做佛陀的儿子 我认为缅甸佛教 师父叫爸爸 弟子叫儿子 那者叫佛子 所以这个是菩萨道才有的 所以我们做佛陀的儿子 那菩萨的行为就是菩萨道 就像善财童子发菩提心 那怎么行菩萨道 所以他要去问这些五十三参 这些大菩萨 所以无助行菩萨给我们讲了菩萨的行为 第一个 此生信得辖满船 那各位这辈子能够脱离三途八难 得到辖满人生 所以就像一艘船一样 那这么难得 那想要在生死海里面 众生在轮回生死里面 我们能够自立利他 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应该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那说那时候 我还是もと 我现在说了 不用浪费时间 他会给我的皇帝 不用浪费时间 那四年 人生在想 怎么能够众生 你不投降 那有什么时候 呢 这是做什么 你不认为 我认为 你手上一切 不终够 人生在家 那些人生有 那些人生在家 是佛子性 第二 贪所爱笑如水深 所以我们叫水深火热黑暗强风 你有贪心 贪不管你贪什么 贪外表 贪爱情 贪事业 那你就像苦海里面 淹在水里面 贪欲如水 称所愿 那你有讨厌不喜欢的对象 这个人抢我的钱 抢我的爱情 然后恰似火热 那你就被人在地狱里面烧一样 所以我想 等一下一人拍一张照 我们来选哪一个脸长得 比较不会生气的样子 我跟你讲爱生气 你看他脸就是说 这个人就是专门管生气的 没办法 他就是那个生气的脸 这个自作自受的 所以各位 因为佛菩萨不是那个脸的 所以 因为你 你不能说你不要惹我 而是你自己要把称慧的习惯拔除掉 这个境界怎么样伤害我 强奸我的身体 然后强我的爱人 我都不会生气 这是你要设定好 你不设定好 那你永远在地狱里面被火在烧一样 恨了恨了 忘直取舍成暗顿 佛教的智慧就是 什么对什么错 什么该选择的 什么该放下的 我们要执着利益众生 要放下自私 但结果你妄想执着 你喜欢吃肉 你喜欢漂亮 你喜欢出名 你喜欢享受 那你就愚痴了 像黑暗里面了 所以离家乡是出家的意思 出家 并不是光外表出家 是内心里面要处理贪嗔痴 因为如果你有贪嗔痴 那你就会再溜到受苦轮回 水深火热黑暗里面 那既然要断餐生吃 那各位要清静道场 依静处 远恶禁固或渐渐 所以各位要远离 不好的环境行为 不好的朋友 不然你就不断的在烦恼 每天找你去打麻将 每天找你去跳舞 每天找你去投机赌博 那你要远离 这些不好的境界 所以佛陀制定六灾日 甚至各位在泰国缅甸 这么多清静山里面的道场 离善乱故善之争 除了外在的环境 内在更重要 你内心里面不能想路非非 胡思乱想 善乱 幻想谈恋爱 幻想那些 然后那就善乱 贪 嗔 爱睡觉 怀疑 乱想 调局 那这些你要消除掉 你要保持正念 所以心注意法 要把内心不离开佛法 相信因果 体悟空性 不离悲心等等 产生八正道的正见 所以身定见 你有一个决定的了解 所以知道我们生命的目的 是要断碳真词 是要圆满大悲心 一尽处是佛子性 所以甘波多巴大是叫我们转心向法 所以你要去思维生命的苦 轮回的痛苦 善恶果报 人生难得 那你要透过文师修 也了解了贪嗔世世痛苦 这个近处 并不是说 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而是说 让你能够 内心里面保持佛法 修行的地方都可以 在行为上 在家庭上 像各位是有家人 第四 所以亲友伴随虚离别 特别是女性 女性很重家庭 老公回来吃饭就快乐 儿子回来就吃饭快乐 跟喜欢的人吃饭就快乐 这些会让你很脆弱 很痛苦的 这些各位要想清楚 修行人的特色 就是耐得起孤独 他不是孤僻 他喜欢独处 他喜欢独处 很喜欢独处 他就可以真正的去修行 跟想办法去利益众生 但是他不是一种依赖 所以各位就要去思维 亲友伴随虚离别 财宝积聚众期间 你什么都带不走 这些钱不是你的 钱是五家 这些败家子 火灾强盗 所以你累积什么财宝 但你很有钱你老了 然后再多的房子也没用 这一点要想清楚 最聪明的人是把钱放在因果银行里面 你懂得布施舍亦得万 你懂得回向成为菩提之良 那你的意思 中国人讲灵魂 哪一天也会脱离你这个身体 所以各位呢 出离心是各位 不要太执着世间 不要太在乎爱情生命金钱 要学会放下 那学会放下 最好的方法 那各位就要 不施金钱 所保管载戒 一个人睡觉 思维生死轮回 念的极乐世界 才是生命的归宿 要这个出离心 第五 那既然要有出离心 那要远恶友 什么叫恶友 就像这个很会讲话的 最有可能做恶友 因为他会引导你的思想 但是如果他的发心不正确 他又有一些技巧 像做生意一样 那这个世界有很多邪师 邪师 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或是控制别人的思想 因为他喜欢成为一个主宰者 所以他内心里面是贪嗔痴的 邪知邪见的 但是他却不断的去影响别人 所以一笔 如果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善知识 让你贪嗔痴越来越强 毁坏三学诸作业 不用吃素了 本来你在吃素 现在有一些人是本来在吃素 然后他去修行其他宗教 他说我上司说可以吃肉 每天在烦恼钱怎么办 你你我我那些 都是这些问题 那我们的戒定会 都没办法圆满 辗转上司 就是慈悲心 不用关心别人 关心我们到场就好了 关心我的师父就好了 钱不要去布施 这边更需要钱 你本来可以做广大的功德了 结果他抓住你了 所以只叫你关心打坐 打坐关心你自己 不要去关心众生 这也不是大秤的善知识 所以要远离这个 没有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好 从六念到十 一笔 一笔若令二见尽 功德犹如初月增 教诸自身由爱重 一善事是佛子行 自身人献生死欲 世间神奇谁能救 苏有难得佛法身 苏有难得佛法身 一三宝是佛子行 诸疾难忍三徒苦 二叶果报佛所说 纵使遭遇命难缘 不造业是佛子行 三界月乐如昭露 寝刻虚于坏灭法 终不退转解脱道 起稀求是佛子行 无始劫来闽我者 母众若苦我何乐 度脱无边诸有情 菩提心是佛子行 太好了 念到了菩提心 所以我们了解了生死轮回 了解了贪嗔痴 所以我们要脱离贪嗔痴 远离恶之事 那所有的功德就来自于 能够清净善之事 良师益友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净善之事 那我们 他劝我们不要再去造业了 不要再吃肉了 等等等等 让我们的恶业慢慢消除 让我们的功德 就像初一的月亮 一出二出三 越来越多 越来越慈悲 第三个最重要 教诸自身由爱众 什么叫善之事 像妈妈一样 妈妈自己生病没饭吃没关系 儿子要吃饱 善之事他就是一个悲心的菩萨 悲心的菩萨 他是把众生顶在自己头上的 所以你要感觉到他真心的关心 我经常用女孩子做比喻 女孩子他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哇他就 这个男人是他生命里面最重要 哇什么都很关心他 但是那个是执着的 那是痛苦的 你现在关心你 哪一天就打死你 你对不起他 对不对 就像昨天新闻报纸 有一位漂亮的女生 然后呢他去他男朋友家给他放火 放火 然后打电话给他说 亲爱的你家失火了 原来他放火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男孩子劈腿 外面有女朋友 他不甘愿去跟他家给他放火 结果他还是被抓去关了 你这样做可能会烧死人的 但是就说不甘愿 执着的爱情会不甘愿的 我爱你 但是我得不到 我就毁毁毁毁坏你 伤害你 但是一个善知识不一样 所以佛经讲 宁可得罪君子 不要得罪小人 君子不会报仇了 小人你一点点得罪他 你完蛋了你 但是善知识呢 教诸自重 他关心你 超过关心他自己 这个叫善知识 依善知识是佛子性 所以善知识呢 你不理他 你骂他 他还是天天关心你 天天回向给你 天天加持你 他不会因为你红包大包一点 就加持重一点 没红包就干脆不要加持 不会如此 那依善知识以后更重要了 整个生命要依此活法生三宝 为什么世间的人或神明 自己都在生死轮回 怎么样让我们依止呢 所以自生人献生死 与这一点要分清楚 有些善知识 有些老师说 你依止我就好了 这是错的 他是人啊 他搞不好都还在生死轮回贪生吃 你依止他有用吗 我们依止这个人是要他的法 而不是这个人 但是现在的末法很多邪师 他就自封为佛了 拜我就好了 念我的名字就好了 这一点要非常小心 千万千万要小心 所以如果世间的凡夫 自己都还在生死轮回 世间神奇 这些鬼神也好 天神也好 还在轮回 所以真正的依止 稀有难得佛法生三宝 那依止就把生命投入叫依止 而不是各位看你的发心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徒 反正我拜三宝 但是真正的依止归命归依 我们的牲口意 要按照三宝的教解去做 所以既然清俊善知是依止三宝 那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了 所以不要再造恶业 所以诸籍难忍三土苦 各位要想一想地狱的苦 恶鬼道的苦 畜生道的苦 被火烧 被刀砍 流很多血 那种无量的痛苦 那些果报 一定是恶有恶报的 所以恶业果报是佛亲口说的 真的有 所以各位一定要发愿 重死遭遇命难缘 今天就算我死了 然后我也不要犯戒 不要造恶业 我虽然死了 我还可以升天去极乐世界 如果我为了活而去造恶业而去骗人 那就算我活下来 将来要更多的苦 因为人生苦短了 八九十年下地狱 一百九十年最短了 你想想看 所以各位发心修行了 从今天开始念一下 绝不伤害任何众生 你要守这条戒 这个叫三皈依戒 你皈依的法 你皈依的真理 绝对佛教叫ahimash 就是没有暴力的 不伤害生命的 绝对不要去挑起 伤害动物发起战争的 这才是我们基本要做的 归一三宝以后 千万不要伤害众生 也不要造恶业 让自己受苦 再来要有出离心 除了不造恶业 造善业 然后你要进一步解脱生死 三界月乐如朝露 这个世界包括升天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天天 叫三界 我们人在玉界天里面 动物啊 那些轨道都是玉界天里面 玉界的痛苦的众生 所以这个玉界色界就是上帝 上帝的天 无色界就是心灵的状态 这些三界的所有的快乐 都这样早上的露水一下就没有了 你不要认为一百年很长 现在眼睛一眨眼 哎呀六十岁了 对不对 再眨个一样八十岁了 棺材买好啊 搞不好还活不到八十岁 所以各位你要请客虚余 都在生生灭灭 睡一个觉就是一辈子了 睡一个觉做个梦 生啊 老啊 病啊 醒过来 原来在一个睡觉里面 你就看到了这些生死 所以中不退转解脱道 这是修行的基本 解脱生死 所以各位要追求解脱 既然要解脱 就不要去贪嗔痴 不要执着世间的快乐 但是自己解脱是自私的 妈妈没解脱 爸爸没解脱 妻子父母没解脱 来 念一下 法会功德 回向往生父母 妻子父母 历代祖先 累劫父母 冤亲在主 一切众生 各位每天要念 妻子父母历代祖先 你要天天回向 所以无死劫来 生我 养我 各位你想想看 你来投胎至少 没办法算 假设一万次好了 你又有一万个爸爸 一万个妈妈 多少个兄弟姐妹在爱你 关心你 所以无死劫来 这些怜悯我的母亲众生 如果我解脱了 他们还在痛苦 我有什么快乐的 唯有帮助这些 对我们有恩的父母众生离苦 那才是我们修行的快乐 所以发起 度脱无边诸有情 众生无边识愿度 解脱道是体悟苦而消灭苦 菩萨道是体悟苦也要帮助众生离苦 众生无边识愿度 烦恼无尽识愿断 而发起菩提心 所以要度脱发起这个愿 我们活着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的乐 我们知道有佛性 众生都不知道有佛性 众生在追求欲望追求外在的世界 离自己的佛性越来越远 好可怜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众生知道 你身上也有如意宝 你不是个乞丐 不用往外求 现代人都是乞丐 给我爱情吧 给我钱吧 给我地位吧 那不是乞丐是什么 干嘛快乐去求人家给你呢 快乐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各位要发心帮助这些有情众生 也能够离苦 所谓菩提心 为利益众生 愿成佛的心叫菩提心 菩提心也包含了 我愿意领受所有众生的痛苦 我愿意把我的快乐给对方 比如说我现在不会生气了 愿所有生气的痛苦都给我 愿我不生气的快乐永远给对方 你看不断的 你发起菩提心要包含后面所要讲的这个 从十一开始 来 我们念一下 贪图自乐众苦疾 利益他人佛心生 承担他苦舍自乐 修交换事佛子行 比虽贪到我生物 或使他人夺我财 由将生财三十善 修回向世佛子行 我生缘无何过错 他人尽来断我头 与比阴生难忍悲 代受过世佛子行 比虽百般诋毁我 谣传恶生变三千 由怀生怯悲悯心 赞他得是佛子行 不过讲到菩提心 各位一定要深入精障 你才了解菩提心的意义 特别是《华严经》 《报恩经》《新地观经》 《妙法灵华经》 一定要看 如果你不看 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菩提心 因为佛陀从这个大乘经典 讲到实际类似 如何发菩提心的实修 生命奉献的过程 心态 分析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读经 你一定要读经 再配合论 只读论不读经 很可惜 那是一种机械式的 就是一个纲要而已 那读经 就是你直接走入父母的心 佛陀的心 把佛陀的一个真实的行为 展现出来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律论都要 那当然律就是实践 实践了佛陀的 经里面所说的行为 那你一定要去了解 菩提心是什么 不然的话 威力众生怨成佛 就算很简单 但是呢 他没有在说菩提心的事情 所以我的师父 跟我的师公 包括真华长 包括绝光长老 他们的特点是 这个人有没有发菩提心 他跟他吃饭就知道 跟他聊两句话就知道 而不是他是个博士 跟这个没关系 因为菩提心 你必须非常用你的生命 去表现出来 那你要修菩提心的方法 念佛 诵经 然后呢 清净有菩提心的善知识 你才知道 就像一个人小时候 没有爸爸妈妈的爱 孤儿 那你叫他去爱别人 他根本不会爱 孤儿怎么爱别人 因为他不懂得爱 他只有一个残缺痛苦的心 我小是孤儿 他没办法真实的去了解 真爱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有了菩提心 他就不会有私人的感情 他也不会执着这个 那没有菩提心 你就还要去追求一份爱情 追求一个依赖 追求一个成就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 那既然我们发菩提心 要帮助所有对我们有恩的母亲众生离苦 首先你要做的是 以前是你以自己为主 他人放在旁边 那修了菩提心 开始你要以众生为主 然后要把自己舍弃掉 你可以讲 舍弃自我 承担众生 所以你以前没有修菩提心的人 心里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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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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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修了菩提心是 你要干嘛 世界 众生要干嘛 没有你自己 所以你要开始这样子做 所以贪图自乐 重苦极 你追求自己的快乐 就是痛苦的开始 因为有这个我执 所有的痛苦 利益他人佛心生 谁不想生起佛心呢 那你要生起佛心 从现在开始你要 二十小时想如何帮助别人 二十小时想如何帮助别人 所以你在家里 或是自己坐在车上 也在想如何帮助别人 车旁边的众生 像各位你现在会念 嗡啊 嗡 便食咒 我们缅甸旁边种了这么多的稻草 水果树 你一定要对它念便食咒 哄啊哄又把这个功德 融入在这个水 稻米 水果 融入在这个商店里面 希望这个商店 包括他们的家庭 都能够得到你所奉献的功德 希望他们好 你一定要这样修 如果你不是这样修 菩提心对你只是一个理论 你没有实际给人家一个感觉 一个感受 所以承担他苦舍自乐 要有这个决心 从今天毫无条件的直至未来 把自己的快乐布施给对方 而承担了所有众生的痛苦 在你身上坚定不移的 为众生而成佛 要让所有众生成佛 你要不断的这样去发愿 这样去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要开始改变 修交换 以前想自己 现在只想别人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练习 一个团体里面 就像我们以前带了很多小沙咪 我一看就知道这个人 最后一定还俗 为什么 他夹起来先讲 我要的 讲了一堆就说 然后他管别人 不管别人 他可能会 很会读书 在学校第一名 然后考大学很好的 这个最后还是走了 因为什么 他后来说 师父我不要出家了 我要做医生 医生比较有成就 比较好赚钱 因为他从自私的思想 他这么努力 他干脆去做医生 他有成就 他去做法师 他没 他就觉得牺牲太大了 所以各位要练习 不要自私 不要自私 那你这个你要必须经常修这个教 故意的 这个老人坐在那边 愿他的老给我 用我的年轻给他 愿他的病给我 用我的健康给他 然后一直这样很努力的 真实用心去接纳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真实的力量 去把他的痛苦 拉到我们身上 那至少我们有那个心 就像妈妈有那个心 再来 而且第十二就是不能有恨 修菩提心的人没有敌人 没有恨 没有排斥 我发觉现在有很多出家人 会去骂别的出家人 这是不好的现象 有慈悲心的人 别人犯错你要去覆盖他 私底下劝他 可以跟他讲你哪里错了 你不能利用媒体的力量 利用大众的力量 公开去毁谤对方 说他不是佛教团体 他不是修行人 那你在骂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就已经破了菩萨界了 这个千万不行 对方虽然错我们要怀的慈悲心 怎么样来私底下劝华达 敢华达 承贪他的苦 所以不能有恨 不能有对立 不然你就不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比虽贪到我生物 这个人偷啊 抢啊 我的生命啊 财物啊 或使他能夺我财 或者利用别人来抢夺我的财产 游将生财三十善 把我身体 把我财产 一天早中晚 古时候是四个钟头做一时 然后一天有六时 就代表他 每四个钟头所做的所有的善业 我一直回向给他 修回向 就是你缺钱 就是你在伤害我 所以我更要回向给你 我要跟你结善缘 我绝对不会去恨你 要这样来修菩提心 第三 我生缘无合过错 我本来就没有做什么错 他人进来断我头 就把我抓去说要砍头了 与比因生难忍背 这个时候一点都不怪对方 还要死之前 也要对对方生起难忍能忍的悲心 忍受自己的痛苦 然后呢 对他有悲心 代受过 是佛子行 今天这个人偷一千块 警察要来抓了 你马上举手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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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抓他 让他有机会 所以我来承担他 然后呢 一辈子你都不用讲 这是你的秘密 代受过 是佛子行 那这样你才可以消除自我保护 你才能够承担众生 因为他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同体大悲 他的快乐才是我的快乐 他的痛苦是我的痛苦 他的错误是我的错误 要这样去修菩提心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我不是在讲理论 我现在很怕研究佛学的人 研究得很有兴趣 变成一种辩论 变成一种高低 而不是一种生命的实践 这是佛教的悲哀 所以我去读佛学院 读两个月我就离开 因为我跟我师父说 这里面没有菩提心 一下去我把我给毁了 这不行 所以各位这个环境很重要 如果没有菩提心 只是为了互相依靠 或是互相利用 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是可杀不可辱 我们不能离开菩提心的这种心态 不能为了 如果你说 现在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现在没钱 所以我去念念经 赚赚钱 等我念了半年有钱了 我把经是盖好了 然后我再来度众生 这半年就把你的所有的菩提心 给消除掉了 各位佛教里面这一点千万 不能联合赐要敌人 就是说先去造这个恶因 我将来才发菩提心 那个菩提心 马上就被你断除掉 你只要有一个不正确的心态 从事一个虚伪的行为 残取的就是虚伪残取的 逢迎八截讲那种话 那你的菩提心马上就消除掉 消灭掉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所以难得有生起这个菩提心 你不这样去修交换修回向 到时代受过你的菩提心就不能增长 所以第十四 必须百般诋毁我 这个人用最尽办法在毁谤你 现在有网络 如果你要去翻网络 海涛法师 骂的可多了 从头骂到脚 连我的俗名都拿出来骂 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能同情对方 更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但是你不能有一点点生气他 你还要说谢谢你关心我 赞他得 所以彼虽百般诋毁我 谣传恶声骗三千 所以各位不要不甘愿 别人讲你你就讲讲 那代表你这个人没有悲心 所以我讲修行是一种态度个性 而不是一种理论文字 这一点很重要 谣传恶声 讲整个世界都知道你不好 有怀生怯悲悯心 你一点都不生气 还想说 哎呀 我做的不好 他才会让他误解我 让他不小心造恶业 我希望他能够了解我 希望他离苦 一点点都没有怀恨他 心中有一点爱 心中有一点恨 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 记住这一点 所以各位特别是 出家人对出家人要小心 因为大家住在一起 我看那个不习惯 你就是毁谤僧人 因为你不要忘了 他也是出家人 你也是出家人 你去讨厌一个出家人 不喜欢一个出家人 去骂一个出家人 你就骂到三包 所以共住不容易 不容易那就是你可以修忍辱 你可以包容对方 对方白天不听你讲 你晚上就朝着他的脚 一直拜 回向给他 跟他忏悔 隔天他早上醒来 看到你还满高兴 因为你拜了一晚上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功德他修道 你不这样你怎么修了 没有对方如此 你怎么修忍辱呢 所以不能搞派系 不能吵架 不能互相的不高兴 因为有这种 所以我在我们生团里面 我经常交代 如果你们两个人一派 跟别人合不来 我会把你们两个都开除掉 为什么 你搞派系 搞分裂 要好跟每个人好 不是跟那个人好 如果跟那个好 你们两个是夫妻关系 搞同性恋 那这样就是搞派系了 有爱跟有分别 那就离开佛法 我们不能说勉强勉强 为了出家人多一点 就勉强勉强 凑合凑合 面子面子 那这样有这种不好的 基因在里面 到场就不清静了 所以这一点要 从自己做起 所以无论对方怎么样 伤害你 你都要这样子的 修交换 修回向 待受过 赞哈德 各位要这样背 先背三个字 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菩萨应该做的 那详细前面这三行 更详细 很多善知识 包括大宝法王 都讲了这个佛子行 善世纪颂 只要是善知识 都会讲这个 好 那我们 我看不要念太多 等一下各位会翻脸 我们把它念完 我就不解释 好不好 这样就OK了 那就非常圆满 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容易 但是各位去实践 不是解释 我像我这个人很会解释 但是我解释不见得正确 因为各位中文可能都比我好 但是至少我尽力了 但是各位你不能说 佛经我看不懂 我不要看 看不懂没关系 看得懂了 做得到就不错了 佛经里面有十万个字 你能够做里面八个字 就已经不得了了 你不要说 有些人全部看懂了 也没做半个字 他只是在研究 分析他从来没有去实践了 我们佛教叫教法正法 这个教法是你可以了解 研究佛学的 但是最主要是你要去实践它 那这才有佛法存在的必要 好 十五 是佛子行 我护彼人如亲子 彼游是我似寇愁 正如母连重病儿 被悲悯是佛子行 同辈或诸行为辙 虽华傲傲傲慢屡欺凌 我亦敬彼如上师 恒顶带是佛子行 众人轻健缺资财 富遭重病疾磨轻 众生罪苦仁取受 无畏却是佛子行 众人轻敬资财 财富量其多闻天 因官荣华五十亿 离交慢是佛子行 内心称慧未调福 外敌虽福玄征圣 故因素心慈悲君 祥自心是佛子行 五欲本质如海水 随意受用增饥可 于诸能生爱取有 顿时舍是佛子行 世间所有为视线 心体离诸细论边 了达能所本无二 不止亦是佛子行 赏心悦是现眼前 因官犹如下时红 外敬虽美中非时 离贪着是佛子行 诸苦犹如梦丧子 望子时有起烦恼 故于为缘惠 观虚忘是佛子行 求觉应须舍自身 愿且一切身外物 故于身材尽舍却 不忘报是佛子行 无借自立不能成 欲成利咖其可能 故于三有不需求 情护戒是佛子行 欲想福慧诸佛子 因官愿交如至宝 于诸有情舍愿对 修安忍是佛子行 二圣行者为自立 尚勤修如旧投然 为力众生起上根 发精进是佛子行 圣身尽律生会观 能尽除灭诸烦恼 知此因离似无色 修禅定是佛子行 六度不依智慧行 正等正觉不能成 善瞧方便三轮空 修智慧是佛子行 自身过失不在意 道貌黯然行非法 故当相续横行茶 断己过是佛子行 无名妄说他人过 突然减损自功德 余诸三圣修学者 不非他是佛子行 潘徒历尽其争执 闻思修业将退失 故于亲友施主家 离贪爱是行 粗言恶与乱人心 败坏佛子诸行仪 故于他人所不悦 绝恶言是佛子行 烦恼承袭则难改 进行常思对治法 贪等烦恼出生时 急催坏是佛子行 当于何时行何事 身观自心本面目 横系正知与正念 修立他是佛子行 勤修诸行所生善 为除众生无边苦 三轮体空清净慧 向菩提示佛子行 我依经绪诸论典 先贤圣众所说义 未欲修学佛道哲 传佛子行三期诵 财书学浅文不经 硕学展读难欢喜 然依经教圣者故 佛子行颂应无误 佛子诸行广大海 愚钝如我难尽策 其愿智者此数佑 为理不达诸过失 愿以此善寄众生 洗发圣俗菩提心 不住涅槃初轮回 成就等同观世音 后面讲的就是 除了改变你的态度 修知他交换忍辱 然后要进一步 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修智慧 不但如此呢 还要能够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那作为一个菩萨 那就应该有菩萨的 语言行为模式 不能讲话骂人 绝恶言 所以要施时断除烦恼 不能执着金钱力养 第三十七最重要的重点 三十七一百四十七 勤修诸行所生善 我们精勤努力的 广修所有的菩萨行 所有的善根 所生的善根 不是为自己回向给众生 为除众生无量苦 希望众生得到你 你所有的累积累世 身口意的善根 能够布施给众生 那我们呢 自己就安住在 没有我 没有你 没有这个善法的空性 三轮体空清净慧 只有追求成佛的菩提 追求佛陀的智慧 像菩提是佛子性 所以所做的一切功德 会向给众生 所做的功德 会向自己跟所有众生 都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的智慧 那我想希望各位经常读诵 我刚刚听各位年轻的法师念 太好了 各位太宝贵了 你居然还懂中文 你还会念经 而且念了这个经中之经 三十七颂 那希望各位要发起一个勇气 将来透过缅甸话 透过逮族化 把佛子行 把大乘的精髓 把佛法的精髓 告诉对方 各位你不能客气 如果说我又没读书 我又没读佛学院 那我又哪里哪里不好 不要找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有佛性 不会讲话会变讲话 亚巴会可以讲话 所以佛法不可思议 只要你有那个愿 那今天我不能讲是我有障碍 所以我好好的礼拜 观音菩萨忏悔 就像求纳巴陀罗 忏悔了二十一天 观音菩萨给他换一个头 他不是中国人 他却可以用中国的语文 把华严经表达得很好 在中国推广华严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 真正的菩提道次第 而且也真实的实修方法 所以这个世间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你上辈子你搞不好是印度人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菩提心 累世的善根就可以激发出来 你去学就很快 也很容易体悟 就像你读新经好熟啊 你读地藏经好熟啊 因为你已经读过很多遍 而且你在实践了 所以你就会跟他相应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